深夜到富商名流最爱的高级餐厅聚会 把酒延欢后高志鹏醉得东倒西歪 被周刊网杂志拍到 一旁还有身材火辣的女性相伴 年轻长发辣妹穿着低胸的黑色端裙 一路搀扶着不乏不稳的高志鹏 还跟着上了委员坐车 貌似要跟着高志鹏回家 没想到下一秒 年轻辣妹就从后座另一侧的门溜下车 是发现媒体跟派激紧闪人 还是妹友情郎无依 这个对高委员来讲 这很正常的事情 祝福他 祝福他 陈其脉打开高志鹏玩笑 毕竟高志鹏传出绯闻也不是第一次 被派到和李婉玉深夜密会 尽管后来被曝分手 高志鹏从没坦诚这段恋情 但单身的他身旁从来不缺女班 高委员虽然长得不怎么样 但是常常会有这种 意想不到的一个事情 对于长发辣妹的身份 结稿前高志鹏没有回应 神秘的感情世界始终是个谜 记者黄明俊 吴怡珍台北采访报道 地下转发达 优优独播道 在这里面的予计判 在这里面的予计判 是在这里面的予计判 你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